今天四月阳光给大家继续介绍C08区 当我们开车从DVP高速下来向西方向的几分钟 就能看见这栋造型独特别致的红砖楔形建筑 它就是古德汉大厦 我们叫它运斗大厦 它是C08区 也是多伦多市中心最具标志性的景观建筑之一 古德汉大厦位于惠灵顿东街49号 在于前街的交叉三角形的路口上 在1892年由建筑师小David Robert设计 它的拥有者是酿酒商乔治古德汉爵士 而这栋大楼就是当年古德汉酒厂的办公室 一直到1952年 1957年运斗大厦一组 在1975年被列入安大略省历史遗产 四月阳光每次驱车经过这里 都会被它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 有来多伦多旅游的小伙伴们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在这个美丽的历史建筑前打卡留影哦 都会被它独特的魅力深历史建筑前打卡留下来 都会被它独特的魅力深历史建筑前打卡留下来